說到了柯文哲 他選前之夜在凱道 民眾黨說有超過30萬人 然後線上有25萬人 號稱達到阿茲卡線慢 很驚人 而且柯文哲他每次都是在主導議題的人 尤其是在網路上各種的短影音 還有他自己設立的KPTV的流量都很高 然後柯文哲他可以說是空戰之王 那這其實跟誰很像 像2020年國民黨的韓國瑜 韓國瑜那個男人 當時他的人氣也是很旺 他也是流量流量之王 但是但是最重要的是 要如何讓流量變現呢 柯文哲跟韓國一樣 都是仇恨值很高的人 他們的高人氣 是否是不是也會激發對手陣營的危機感 像是沉默螺旋的那一群人 他可能看到柯文哲在凱道上的氣勢非常旺 他可能就趕快去出來 他可能平常沒有那麼活潑大方 他不會去掃街 他不會在網路上罵人 但是他可能就是看到柯文哲的人氣那麼旺 趕快跑出來支持自己的政黨 跑出來投票 關於這個網路如何讓流量變現這一部分 我們要來請教我們的阿苗藝人 流量變現專家 你怎麼看柯文哲這一部分 沒有我在流量變現上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用 這個基本上柯文哲的網路經營 他是從2014年他選市長的時候就開始 他算是台灣政壇當中最早開始做網路經營的人 當然你說2014年是不是民進黨幫他助選 確實沒錯 可是當他選上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並沒有停止在選舉時做網路經營 他反而更認真做更加碼做 過去大家在他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可能有注意到說他有六個發言人 這個發言人的組織編制比整個行政院都還大 但是你不要忘了他這六個發言人是放在哪裡 他放在他的市長辦公室跟一堆機要當中 更大的組織一群是他的媒體事務組 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其實他最大的努力跟經營在他的媒體事務組上面 他的媒體事務組把他的臉書 柯文哲個人臉書 柯文哲個人頻道和柯文哲個人IG經營得非常好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不是用台北市的資源 在經營他個人頻道確實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同一個時期 跟柯文哲一樣在網路經營上面做出成績來的 綠營只有蔡英文對不對 蔡英文的網路經營當然也是經營得很好 柯文哲他的網路經營也是做得很好 那國民黨有誰 在國民黨的所謂能夠選總統級的政治領袖當中 總統級政治領袖當中 你會發現國民黨在這一塊相對是弱的 靠的是民意代表個人 剛才提到巧欣 可能是羅茲強 可能是民代個人 但是那畢竟是屬於個人層級的 而不是在黨內所謂的政治領袖級的人物 好 所以從2014年到現在 十年快要十年了 十年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持續累積在網路上的聲量 你會發現 他確實把網路變成他的一個主戰場 而且我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網路線上和線下的觀察 過去大家可能會說網路叫做虛擬的 然後線下叫實體的 但是這樣子的說法用詞不精準 會誤導了我們對於網路的認知 其實網路的線上跟線下都是實體的 都不是虛擬 沒有一個是虛擬 因為都是真人在那邊互動 當然有人提到說網軍跟機器人這個部分 這個東西我們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題目 但是就真人上去互動的部分 線下平常叫在廟口 叫社團組織 叫菜市場 那個是線下的組織 但現在網路上也已經出現了一個 新的組織的型態 你可能是用社團 你可能是用直播 可能用Line群組 一個接著一個 所以在網路上你也可以會出現 也會出現意見領袖 就是線下的條話咖 在線上叫做KOL 叫做意見領袖 他其實就是線上的條話咖 那在線上的條話咖 過去大家會認為說 你現在線上有人氣 你沒辦法轉化成造市場的人氣 可是柯文哲在這一次 他成功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拉近了一個黃國昌 黃國昌他其實也是網路經營相當有成的 他算是現在政治評論上面大台的直播主 有時候直播動輒 可能一萬人甚至兩萬人也是都有 這兩個的結合下面之後你會發現 黃國昌把他過去在從事社運時期的 這種動員經驗也拉到柯文哲陣營裡面去 所以在最後的這個選戰的倒數半個月的從事起 柯文哲在全台 他是有意識性的在辦 精準的小場的大造勢 賴清德的造勢 非常多場 從半年前持續在辦 全國二十二縣市信賴後援會 百公百業一直在辦 一直在辦 然後選前還辦 小場的排制 然後小場的排制 排完 然後大場 他是屬於一種完全純線下思維 反正我就是一直動員一直動員 重複動員沒關係 我就是叫大家一直出來參加活動 可是這個重複式的線下動員 他不見得適合線上線下結合的邏輯 可是柯文哲他是玩線上線下結合 就是說他不辦多場 他每縣市只辦一場 甚至多縣市像他高高頻辦一場 對不對 中台灣一場 北台灣一場 最後只有一場 所以總共這個小場的時候 他可以把他的支持者 做一個充分的動員說 你不用一直來 你只要參加那一場 你可以來的就好 然後他再透過線上和線下的整合 透過LINE的群組 透過這些網路上面網紅幫忙的號召 成功的把人場衝出來之後 也是他防範自己被棄保 最關鍵的因素 如果他人場沒衝出來 很容易被國民黨棄保掉 可是因為他人場衝出來 所以他衝到跟國民黨只差100萬票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我覺得柯文哲的經驗 可以給民進黨一個參考 就是說 你在線上的經營 絕對不是選舉才出外的經營 你平時就要有所經營有所溝通 柯文哲不管有沒有選舉 他的影片都是一支接一支發 不管有沒有選舉 他的直播都是一場接一場開 這是過去他從2014到2020 他累積的嘛 人家又累積我們要給他肯定啊 他確實在網路上號召 到底比他始終的支持者 而且那個始終的程度是 比藍綠都還始終喔 因為在網路上你的手機 你只會看到同溫層的訊息 你不會像是在菜市場 你會聽到不同的聲音 你只看到同溫層的訊息之後 那個中程度的累積是很可怕的 所以未來這個我會認為民進黨 他雖然選舉結束 但是在網路上的政策溝通 不但要持續做 而且要想辦法比選舉時做得更好 你看這一次 賴清德本來在網路上一直很難打開 他是後來進到什麼 在路上那一支片 然後蔡英文牽著他的手 才開始吹出來 進到在路上之後 蔡英文加入了 然後把網路上面 蔡英文的支持者都動員起來 賴消在網路上的聲勢才增加了嘛 那可是未來蔡英文 他畢竟520會卸任啊 卸任了之後你不能期待他說 在關鍵時刻都要出來再幫你加持 你一定要延續 你甚至要比選舉的時候做得更好 因為賴清德我相信他 不只是想做四年 那你不能夠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你才開始要認真跟網路上的人溝通 線下的世界 他是50歲以上的主場 可是50歲以下的主場 已經變成線上的世界 你不能說平時你都不跟他接觸 到選舉的時候才出現嘛 我們最忌諱就是說 你怎麼平時都不來 跟選舉的時候 平時報佛教 這是線下的邏輯 你同樣的邏輯 你要意識到在線上 你要做同樣努力 沒錯 我覺得剛剛阿苗提到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說 大家平常都會分什麼線上或線下 但其實 線上的不見得就是虛擬 它其實也是實的 所以這個平時都要經營 不管是 其實藍跟綠都要很注重這一塊 不過剛剛有提到就是 柯文哲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他的副手也蠻妙的 可能我是中年人的關係 我有點讀不太懂 就是星光小公主 他說他小時候都喝Johnny Walker 我小時候是都喝養樂多 我不知道他的小時候是指什麼時候 然後他上這個脫口秀的時候 他說套房 大家問他套房現在租金多少 他說6800 我在台北市租房子租滿多年 我大概套房至少都是一萬塊起跳了 而且甚至有的是還是很爛 鐵皮屋加蓋這種的 然後洗衣機要跟別人共用 冰箱要跟別人共用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6800 到底哪裡得來的 然後再來他裡面所有的物價 猜得最精準的就是薄金包 這個蠻妙的 以前我們在選舉的時候都會仇富 像大家還記得嗎 連勝文被罵得很慘 那時候因為大家日子不好過的時候 看到就是有錢人 我們大家就會 大家勾起一般老百姓的仇富情侶 可是這次蠻奇妙的 就是吳馨寧 他在年輕人這一塊 年輕人是很喜歡他的 像吳馨寧在採訪的時候 常常罵記者 懟記者 那通常這個時候 像我們記者同文層 就會覺得這個受訪者不OK 不友善 但是我有關注到 就是在IG上有很多 就是抖音偷渡過來的短影音 上面很多的年輕人 都不斷的在流傳 吳馨寧怼記者的短影音 他們覺得公主超派 很棒 所以我有點搞不太懂 年輕人現在的思維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的競選 已經到了這個國家元首的等級的 不是說什麼議員 或者是縣市首長 是國家元首的這個等級 但是吳馨寧這樣子的副手 在40歲以上 40、50歲以上的人 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反而是在30歲以下的 年輕人卻非常喜歡他 甚至我今天早上還聽到我朋友跟我說 他的女兒因為 柯文哲沒有當選很傷心 在哭 是 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下阿苗毅 您算是我們這裡比較貼近年輕人 不過大家都很貼近 大家都很貼近 到底年輕人是怎麼回事 是怎麼想的 我首先要先講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已經選完了 所以民調可以講了 其實柯文哲他在青年族群的民調 但是青年大概分兩批 20到29跟30到39 在30到39 其實選前大多數的民調 賴馨德還是維持在相當有競爭力 甚至做出第一的民調 柯文哲最大的優勢其實是在20到29 20到29年輕人 他有時候可能四成多 可能接近五成 那我認為20到29年輕人有一個特質是說 他對世界有非常多美好的想像 而且對現實有相當多的不滿 所以在對世界有美好想像 而且對現實有相當不滿的狀況下 他本來就是會傾向去選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就是說我選一個新的 雖然我知道他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至少覺得他比其他兩個好嘛 我就是要把其他兩個舊的換掉嘛 我今天就是要買一件新衣服 這個新衣服可能特立獨行 但是我就覺得舊衣服抽了 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新衣服穿上去 那在20到29這一批年輕人當中 首先第一個 他的成長記憶裡面 沒有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記憶 就是民進黨 對 他的成長時期就是民進黨全面 所以他的威權 以前我們這個年代威權叫做國民黨 兩獎叫威權 但是現在年輕人的威權是民進黨 現在對於20到29年輕人來說 他會覺得民進黨代表象徵的權力 所以我也很可以看到說 未來四年也許20到29年輕人 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權力到底是什麼 因為畢竟國會三黨不過半之下 他可能是一個新的權力結構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20到29年輕人 如果你回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從2014年柯文哲的崛起 柯文哲是他們第一個認識的政治人物 第一個認識政治人物 所以柯文哲是20到29這批年輕人的政治初戀 而且你這個政治初戀當初是民進黨把它包裝的 對 民進黨柯文哲包裝成一個白色力量 然後包裝成一個新的 超越藍綠 政治上面的救世主 好 所以今天反過來說 當民進黨在批判柯文哲的時候 對20到29年輕人會覺得 是你民進黨變了不是柯文哲變了 因為是你十年前告訴我們柯文哲超棒啊 那你現在說他不棒了 可是你以前推薦他對不對 好 那在20到29這個族群 他的歷史記憶既然是這樣 那再下來他在看 包括柯文哲跟吳欣怡 他的選舉當中 你說所謂發生爭議事件的時候 他的反應 其實是符合20到29年輕人世界線的 你說柯文哲他的農地停車場的爭議 對 他出來講說我不知道啦 我忘記我有這塊地啦 那是我爸買給我的 如果我都坦白講 如果苗波亞只有20歲的話 我相信柯文哲的說法 因為在20歲的年輕人的世界裡面 沒有自己花1500萬買一塊地這回事 買地的經驗 我36歲在場所有的人 超過了一定年齡有社會經驗之後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自己花1500萬買一塊地 你不可能忘記這塊地 對 你也不可能不知道那天你現在在幹嘛 除非什麼 除非你是無心贏家財萬貫 你忘了你有一個1500萬的地 很合理 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背景的人 你自己花了1500萬買的東西 你一定會記得 而且你一定會記得那塊地 現在在做什麼 但是那是你要有一定社會經驗的 你才知道啊 對20到29的年輕人來說 柯P說他忘記 他應該就是忘記 他會有這樣的感受 而且在他平常的生活當中 柯文哲是最常出現在他眼前的人 因為他手機打開看到都是柯文哲 真的耶 那在選舉裡面我都知道 越常看到越常出現 你越有親切感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去掃街 要一直去打招呼 要參加活動 因為我們也想讓50歲以上的相親 覺得我們很親切啊 所以我們要常常出現 那年輕人一樣啊 他不去參加內社區活動 他是看手機的 所以柯文哲對他來說是有親切感的一個人 所以柯文哲講出來的故事對他們來說 他傾向願意去相信他 如果是吳欣穎 坦白講 我不是對他不敬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 他的有趣是在於他很ㄎㄧㄤ 他給人家一種 我都沒有Johnny Walker 我去友台的網路節目 我跟他來一杯威士忌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去投票的時候還比一個讚 這個有夠ㄎㄧㄤ 因為你是1號 你投票的時候比一個讚 你等於是暗示嘛 一般來講我們不會這樣啊 苗柏亞投票是當天去投票 我不會在鏡頭前比一個夜 因為這是我的2號 我不能夠違反選拔法 可是吳欣穎 他的這種 用比較古早的話講 以前會形容叫做傻大姐嘛 年輕人的語會叫做很ㄎㄧㄤ 0.1都算得上啊 照理來講 他跟柯文哲主打的庶民 是有很大的落差 對 可是大家一直對於這種 所謂的出聲名門的權貴的想像 跟吳欣穎他表現出來的這種傻大姐 很ㄎㄧㄤ的樣子 他是有落差 所以 在網路上面 他是一個很好被包裝的候選人 因為他的失言 他的這個脫序 可以被剪掉嘛 當你剪抖音一分鐘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些離譜的東西都剪掉 只經驗說他嗆記者 他嗆這個嗆那個的畫面 而現在呢 我們的政治上面有一股所謂的populism 大眾主義 或者翻譯成民粹主義 就是要反菁英反建制嘛 那傳統媒體又被歸類成是establishment 是被歸類為菁英建制的一部分 所以吳欣穎他的出聲雖然是權貴 可是因為呢 他講的語言是類韓國瑜嘛 你知道嗎韓國瑜他當時也 女版韓國瑜 像三粒說三粒變兩粒 然後嗆你們記者 可憐啊 這個很low啊 他的發言是帶有這種庶民味的 吳欣穎他的發言類型也是這樣嘛 你們當記者有沒有問爸媽 你們我都喝Johnny Walker 我怎麼樣 這種金句連發的時候 不了解他背景的人 不了解他背景的人 或覺得他好像很輕 好有趣 但是了解他背景的人 就像你我 你說我們了解 星光金 本來四十塊變八塊 二十塊變八塊 這個過程 了解他背景的人 會覺得說不行 你給這樣的人搞這樣一個國家 公司都搞不好 你弄他國家可能會有問題 那這是整個的大環境背景嘛 進到小格局裡面來 這次選舉裡面 藍綠都說科斯第三名對不對 所以年輕世代也會覺得 既然你們都說他選不上 我幹嘛這麼放大鏡檢驗他 我要檢驗的是選得上的人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柯迎配他是第二名 甚至民調是第一名 然後我跟你保證 他的這些脫序的行為 一定會被嚴格的檢視 就像當初連勝文 如果連勝文出來選的時候 他是一個第三名 第四名的候選人 可能也不會被攻擊 那也許大家就笑一笑他就算了 可是正因為他是大連艦隊 在國民黨的優勢區 台北市選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可能 就是未來台北市長 所以他的各種奇怪的行為 大家一定會說 未來台北市長不能這樣 那吳欣穎他的整個過程當中呢 他並沒有被當成 未來的副總統做檢視 但是一旦他被當成是 未來的副總統做檢視的話 當然標準也會不一樣 好 剛剛喔 這個阿淼玉有提到 蠻好的一點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能大概四五十年 十歲以上的人不太理解就是 柯P這個團隊以及 吳欣穎在網路上的這些發言 怎麼會這麼得到年輕人的支持 但是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就主要是因為 這個年輕人呢 沒有把他放在一個 就是國家元首的位置上去檢視他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覺得 他講話跟庶民非常的親近 這其實也是蠻值得藍綠部分 在好好思考的部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來